3 1 2 3 4 4 4 5 5 6 6 7 7 7 9 10 9 我們今天跑路上去長的有沒有人長得像明星的 結果 有很多人像各式各樣的明星沒有人像你耶 對 沒有 因為我們節目就是真的發不到明星了 所以只要 只要找像明星的路人來衝衝場面 這個連像你的都找不到 居然還有像你的耶 怎麼樣 沒有 因為我覺得要像你還蠻難的啊 所以你是太漂亮了 所以沒有人能夠像你了 還好 這個論點不成立 因為有像大S的 真的耶 我在想可能是我的臉長得比較沒有什麼特殊的特色吧 好 我們今天有八位同學來參加 他們分別像不一樣的明星 那第一位我們歡迎的是劉妍玲 我們歡迎劉妍玲進來囉 哈囉 劉妍玲 歡迎 好 別的 人家別的節目呢都是 先讓人家看說他像誰 然後再把臉遮住 然後再讓我們驚訝說 哇 有沒有像他對不對 對 可是我們不要這樣做 我們今天要玩的是說 把他面具拿下來 然後看他到底像誰 所以觀眾要跟我們一起猜喔 就是拿他來之後我們看他到底像誰 好 來 妍玲把面具拿下來吧 這位長相甜美的劉妍玲 大家都認為她的招鋒鵝 與笑起來彎彎的眼睛 像極了現在當紅的偶像劇女演員喔 你有點像那個誰的媽媽 什麼 猴沛誠的媽媽 喔 林妍玲是不是 對… 有沒有人說你像他 沒有 所以 所以 對 林妍玲像誰 果然好笑 大S 好像 好像還好耶 你什麼地方像大S 都是人家講的 我自己也覺得不像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 我們先 指露眼睛 然後鼻子 然後嘴巴 嘴巴有一點點像 那 不過臉擋住只有髮型呢 就是林妍玲 林妍玲也是這個髮型嗎 所以是別人講你像大S的 所以你自己覺得像嗎 我自己覺得不像 那你幾歲開始有人長很像大S 五專的時候 就學生的時候留黑色的長指髮 然後大家都覺得像 所以大S現在燙了頭髮 所以你沒有跟著他一起燙吧 沒有 你還是直髮 對 我還是直髮 只是為了要像他今天故意上學 對… 但是你也是真的招峰兒對不對 對 我都很大 招峰兒這一點還滿像的 所以假如招峰兒就像大S嗎 沒有 就是如果硬要講的話 就是招峰兒有一點像 你現在是明星嗎 現在準備要出道 那做什麼 戲劇路線 超戲劇發展 演戲嗎 對 所以你有演過戲了沒 還沒 現在要上課 所以像大S 你覺得對你的演藝事業 是有幫助還是沒有 剛開始人家說我像 我會很開心 反正大S那麼美 可是後來發現好像不太妙 為什麼 就因為很多試鏡導演 Casting就說因為太像 然後就沒有機會 如果那麼像 乾脆請大S幹嘛請大S 所以導演也覺得像對不對 導演也覺得像 你看吧 專業人士也覺得像 為什麼你覺得不像 我看 你這樣笑假笑我看 真的還好嗎 親妹妹 好啦 可能是眼睛彎彎那邊 有一點點像 我們把照片擺在一起給大家看看 對 我覺得還比較像小潘潘吧 這不是在什麼 你這是什麼時候的照片 我那個燜鍋的時候 全民大燜鍋的時候 你有去燜鍋學大S 有 現在我們就來看看 劉彥玲在燜鍋裡 模仿大S的精彩片段吧 劉彥玲你幹嘛騎這麼快 現在速度還欺負獎球塊 大家好 我是仔仔周一鳴 大家好 我是大S 我跟仔仔和彥蓮 連續劇戰神收視衝到第一咯 謝謝大家支持 好 謝謝 郭倫那些大哥們覺得像嗎 他們說還好 他們也說還好嗎 對 還好 對啊 因為台哥不說謊的 請問你戀愛的對象 有稱讚過你像大S嗎 他們當然是謊 大S好了 你說你男朋友 所以現在有男朋友 像沒有 之前的 前男友 不過還好 因為男朋友會講這種話 才值得跟他交往 所以男友都會捧著你的臉說 你比徐熙媛還美 是沒有那麼誇張 但是有時候人家講 我說今天又有人說我像大S 然後我男朋友就會說 你比較好看吧 好 我們今天再努力看看 有沒有再現下時間 能夠感覺到他更傻 郭倫妮謝謝妳 請坐 劉妍妮笑起來的樣子 真的與大S有7分的審視 觀眾朋友你認為呢 好 所以剛剛那個很 如果就到10分的話 可能差不多4分 4分 對 那接下來可能會更考驗的嗎 好 歡迎Yumi Yumi請進場囉 Yumi妳先行年齡幾歲 010 妳要問我年齡嗎 22 22 22喔 講真的喔 好啦 講真的 23 差一次有差很多嗎 有啊 然後Yumi妳現在是model嗎 不是 是新人 新人喔 歌星還是 沒有就是 因為我最近簽給了那個玉琳哥 對 就是 對 妳這個選擇有名嗎 對 我好期待 看他在講什麼 他會把妳包裝成什麼樣的形象 聽說我是玉琳哥簽的 小龍女接班人 第一個花瓶 所以我還滿對不起玉琳哥的 明明妳的師姐就是許潘梅 對 現在已經不是了 所以你們公司有誰 有潘潘姐 然後還有晴瑋哥 Tony老師 就是一些大家都知道的 Tony Chan 對 Tony Chan也是沈玉琳簽的 對 為什麼Tony Chan這件通告很少啊 這樣沈玉琳沒有幫他做好 可能 Tony老師受傷了吧 那 就上遊戲節目 對 OK 哇 妳在那公司還滿熱鬧的耶 對啊 超級熱鬧 所以玉琳哥沒有要追妳嗎 沒有啊 玉琳哥要結婚了呢 真的耶 好 Yumi還滿活潑的 所以 還滿可愛的啦 可以對付一下 來 Yumi把面具拿下來 我們看她長得像是 這位Yumi說她自己長得像一位超級名模 尤其是聲音和笑容最像喔 妳猜得出來嗎 我知道那個 日本女生 楊思敏 楊思敏 有人說 她比較像艷辛吧 比較艷麗的那一種 是像馬倩之類的嗎 對 就很有日本人的感覺 就還滿就是 還滿大眾臉的 像瓜哥有說過我像那個 張子儀啊 然後秦瑋哥說像那個 瓜哥說妳像張子儀啊 對 然後秦瑋哥說像酒井髮子 就每個人講的都不一樣 酒井髮子啊 對對對 反正就是什麼人都有 小林優美妳知不知道 像小林優美 像小林優美 小林優美遊台灣那個節目 對 妳很像小林優美 真的嗎 是小林優美嗎 不是 真的還看不出來喔 怎麼辦 妳不要太為難我們喔 我們會很難主持上 妳說妳像的那個人啊 是走在路上 該不會還有路人 誤認為妳是那個人吧 有耶 有過耶 真的 好 不用我們問大S好了 好 她像誰 像好多人喔 真的嗎 她有沒有像model 像model 有沒有像某個名模 好像也有一點 誰 是林志玲嗎 妳從哪裡看到 妳從哪裡看到 妳告訴我們 我們名字要哪一個部分 眼 眼睛啊 左眼吧 左眼 不是因為大小眼嗎 等一下我看妳左眼 左眼比較有事 我們明星眼為什麼 把握到 握到左眼 那節目是幹嘛 真的發不到人還是怎樣啊 等一下 左眼像林志玲 所以答案是林志玲嗎 是 所以是左眼嗎還是 妳是 妳是江戶上傳奇中的 左眼林志玲嗎 妳是妳像林志玲 然後妳在馬路上 被人家誤以為是林志玲 對就是像有些那種 妳在哪裡 就是像有各層次 就是像那種台客 她就會說不要再給我打分數了 然後像去那個走在路上 然後就會有那種 媽媽急著說 原來她這麼矮 不可能 真的 我跟妳講是因為我今天戴假髮 妳是有像九孔那樣 拿一個牌子在旁邊寫著林志玲 妳這樣換牌嗎 那妳是說我像九孔嗎 可是沒有 我聽她的故事 我真的覺得還是有可能性的 因為路人常常亂叫人 以前我小時候就有路人說 她是王祖賢 我發誓 我講過對不對 這是真的 有路人說妳是王祖賢 然後說個子怎麼那麼小 他們沒有說個子 他們只是說 欸那是王祖賢 這樣子 然後就想說 這是 所以我想說路人常常會 是因為長髮飄飄嗎 可能吧 因為那時候我還蠻像的 所以我現在了解 有時候路人真的是會胡走 真的 可是心裡會高興 然後如果節目發通告說 像王祖賢的人 妳會去報名嗎 可能會就是試試看吧 我願意試試看 林志雲喔 嗯 那請問妳 就是自己有 午夜夢會的時候 有看過鏡子 然後她就說 我真的很像林志雲嗎 就是大家都在講啊 所以就覺得 自己也覺得 好像真的有像 欸我覺得真的沒有啊 好啦那我把假髮拿下來啦 我覺得不是掌聲的問題 對啊就是 假的 其實我因為常常被說 長得像那個 林志雲 所以我把我的頭髮剪斷 妳常常被說長得像林志雲 對 所以我把頭髮剪斷 妳大概多久會被長一次長得像林志雲 嗯 像 有時候一天會有個兩三次 真的 相信我 妳說屁啦 我聽到了 所以妳說妳出沒的範圍就是 只是一般的街上嗎 就還有嘛 就不只一般街上啊 各處嘛 捷運啊什麼的 所以最常講的是哪一種族群的人 哪一種族群喔 學生吧 對 是幼稚園嗎 欸不是是那種 國中生高中生 他們就覺得 欸妳長得好像那個林志雲 可不可以跟妳要簽名 不可能 真的嗎 因為我有拍過一些廣告 所以就是有點大眾臉吧 那大家就會覺得 欸她好像在哪裡看過 然後他們還真的就跟妳要簽名 這樣妳簽林志雲 當然不是啊 他們只是開玩笑是不是 對 對… Yumi那妳覺得 顏琳像大S嗎 欸其實我剛剛從鏡頭上看起來 我覺得顏琳有點像阿寶耶 有有有有 像阿寶 不是阿寶啦 是阿亞啦 不好意思 不像阿亞 阿寶阿亞 眼睛有像啦 那個下眼袋 我覺得說像阿寶還有一點像耶 我覺得她像阿亞和大S生出來的小孩 我覺得有一點像阿寶 對 像阿寶 對 像阿寶 然後也有像阿亞 可是我現在看完Yumi啊 我再看大S 我覺得她大S好像喔 等一下 她分數從四分提高為多少 對不起 妳現在六分 妳六分 妳兩分 是喔 整個難過耶 妳如果以報名向小玲 優美來的話 妳分數就高啊 真的嗎 那可以改嗎 不行 我們前面那個下流點掉還是什麼的 好 今天這個遊戲其實還滿好玩的 就是等一下下一個出來看 我們再看她是不是會比較爽 Yumi 謝謝妳 歡迎請坐 Yumi 真的很抱歉 妳與林志玲相似的程度勉勉強強 我們給妳百分之二十啦 是陳祖穎 好 我們歡迎陳祖穎 人家是嘉玲雄 只是為了要叫妹妹看很辣 所以才做這一集 我覺得妳要穿喔 沒有 是那個發生過的時候 一定要穿短裙 比較很辣這樣子 所以妳幾歲 我二三 妳覺得妳自己像不像傳說中的那個人 我覺得不像喔 差了 可是我都 可是我在同一個時期的時候 我剛好像兩個人耶 真的啊 那不然我們猜 讓我們猜 來 面具拿下來吧 好 請拿下來囉 好 一 二 三 好 一 二 三 她長得像唐琪 賈康宏 加李文的MIX版 李文 好 那是國中時代 李文有什麼 我跟妳講有一個 做蛋糕那個唐琪 唐琪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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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琪康宏 李文MIX版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陳竹怡的朋友們 都覺得她像極了一位 剛剛甜蜜訂婚的名模 尤其是她的大眼睛 及甜甜的笑容 妳覺得呢 康宏 康宏 不是 李文 妳說 李文 好 那是國中時代 李文有什麼 我跟妳講有一個 做蛋糕那個 唐琪 唐琪像 唐琪像 妳這一次 妳怎麼跟妳說 妳不認識這個前輩 唐琪康宏 李文MIX版 為什麼有康宏 康宏 因為她下巴這邊 像不像康宏 肉肉的嗎 不是就是康宏下巴很 下巴比較像胡瓜的女兒 小禎 對不對 小禎 真的有點像唐琪 也很像李文啊 嘴巴很像李文 李文就是國中的時候 所以妳的兩個人當中 有一個是李文 沒有 有唐琪嗎 也沒有 也沒有康宏吧 好難要怎麼辦 所以妳像兩個人 都是現在很紅的嗎 對 就通常都是那個 現在誰還滿紅 然後我就會像那個人 劉彥琳 她像誰 左眼好了 我知道我知道 真的嗎 Yumi 那個洪曉蕾 然後還有 還有那個 那個 許惠欣 好了我再看一下 什麼洪曉蕾 我真的是李文耶 妳在馬路上走過的時候 我真的心中 並不會浮現洪曉蕾三個字 所以請問是洪曉蕾嗎 是 那有許惠欣嗎 好 這樣好了 就是通常圈內人 就會看到就是 妳好像洪曉蕾喔 怎樣怎樣怎樣 可是在路上走的時候 人家就是說 妳好像許惠欣喔 什麼的 對 然後在路上 就沒有像洪曉蕾 妳現在忘了洪曉蕾那麼久了 妳再突然轉上 林志玲會覺得像嗎 洪曉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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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林優美 妳有變林志玲嗎 我還是只能給她兩分 這邊照片妳看一下 照片好像蠻像的齁 我在看妳 就照出來都還會蠻像洪曉蕾 本人還好 但照片蠻像的 妳那個照片是做了什麼事情 怎麼了 就跟妳現在站在這裡不太像啊 因為那個大概是 去年的照片 然後我現在已經有受選成功一點 沒有還有主要是那個造型 就是不太合我的痛 所以妳私底下是這種調調 對 比較辣妹的感覺 也沒辣就是比較喜歡有點個性 欸所以像明星這件事情 對妳演藝師也沒有加分到哪裡 好像沒有欸 因為他們就會看到 欸妳真的有點像許惠欣 欸妳有點像洪曉蕾欸 喔好然後他們可能就忘了吧 對啊 不過我覺得我們有一個 我們有一個破綻就是說 洪曉蕾或者是 林志玲來我們節目 雖然他們都那麼高 所以我們看的角度都是這個角度 我們沒有從屏面的地方看過他們 所以下次如果我們 坐身上機到上面去看 也許就會比較像妳的地方 我請他們稍微蹲一下啊 對啊妳們 妳們沒有那麼高 也能夠被認為是媽名模 真的很奇特欸 有有 所以路人很少撞見名模 對路人沒有遇過 他們根本不知道他們本人多高 路人撞見名模就會知道 那是巨人欸 就是根本 是在上面進步 可是路人也以為我很高啊 他們看到我本人都會說 啊怎麼那麼矮 因為他們都幻想我大概一七幾 因為看節目我看起來非常高啊 其實那個嘛 比例的啊 對比好啊 黃金比例的關係啊 妳今天先滑出去了 我們那時候比賽說謊了 是路人講的 可是我本人我真的不高 OK 對 所以歡迎妳來 好 請坐請坐 康熙妳們真的是太嚴苛了 她的笑容與紅小蕾相似度 應該有百分之五十吧 接下來我們歡迎這位叫做Ring 我們歡迎Ring囉 Ring請坐 哈囉 大家好 哈囉 大家好 嗨 Irene 妳還滿沙啞的耶 什麼的 這老煙家還怎麼樣 沒有啦 昨天有喝醉是不是 沒有沒有 妳是青年級生嗎 對 青年級生 所以有常常路人 就是叫妳這個明星的名字 有 妳自己覺得像嗎 有些角度還滿像的 好 那我們再考自己一下吧 好 來 Ring請把面具放下來 好 Ring不但長相長得像 連她平舌打扮與髮型 都和素有少男殺手之稱的 歌壇小天后很雷同呢 你是不是有很多 演台語劇的女演員 這邊很像 你笑起來 對不對 那樣嘴巴 嘴巴 有 是不是像藝男 哪有 請問妳 陳竹怡這像誰 我覺得她的風格 還滿像蔡依林的 風格我知道啊 可是 不能別唱因為我們 只靠衣服吧 那我覺得蔡依林 因為她嘴巴好像有點像 就嘴唇厚這樣子 對啦 這樣硬講的話 嘴巴還滿像的 徹底對她 這樣有沒有像 有沒有 我覺得就是很像演台語劇的演員 有沒有 這樣子嗎 等一下 真的 這樣然後頭低一點 這樣有一點像 真的 妳來這邊 看她這邊 這邊妳眼睛看下面 有啦 真的有一個很斜的角度 還滿像的 那妳為什麼不趕緊叫人家唱賽 她這樣比例還有一點不太像 對 對 妳是蔡依林的替身 對 就是我之前有拍她的那個 MOTOR的手機廣告 我覺得妳今天問題出來 妳應該穿高跟鞋的 對 蔡依林都穿高跟鞋 沒有啦 因為我們是一個 女子團體 然後就是以 要跳舞為主 所以都是穿布鞋為主 妳已經知道了 對 我是米爾斯的Ring 對啊 那這樣說妳像台語劇演員 妳應該不會 可是很少人會 很少人說我像台語劇演員 把Ring的照片跟蔡依林 擺在一起看一下 照片非常像 所以妳要這樣搞啊 第一個來把手 把手擋住 照片很像 把手擋這邊 然後眼睛我喊一二三要睜大 好不好 一二三睜大 這樣有沒有幫助 好像有耶 就如果觀眾 不小心轉到我們節目 可能會誤以為是蔡依林 所以就是如果她去蠟像館工作 就不要動 就是這樣 停住 就是有點遮住 哪些地方還滿閃 所以蔡依林出 出精選集 妳有幫她拍MV是不是 對 就是有幫她拍MV 然後就是造成大家很大的 討論話題 是唱片公司來找妳 就是有去試鏡 然後試中 然後試鏡的時候的準則 就是以多想蔡依林為準 其實那時候沒有說要跳像酒令 就是看整個感覺 然後就是導演叫妳哭 哭戲為主 就是情緒要非常的悲傷 這樣子 因為那支MV的表現就是要很 就是失落感啊 然後就被拋棄的感覺 妳也會哭喔 對啊 不要這樣來一段吧 不要 到底是自己就哭 還是要講什麼台詞 就是要聽音樂 然後就感覺就哭了 對啊 我們播那個她拍的那支MV 給觀眾看一下 好 你為什麼 這不是 我要的選擇 這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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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對 這個呢 不是 這是我 這個呢 這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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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呢 嗯 你 對 你 你 對 這個呢 這是我 這是我 這是你 嗯 這個呢 接著我 拍起來還滿像Jolin的耶 Loma Loma是這樣倒過來 或是 妳這樣一直把它舉起來 然後可能放在心裡 哪有 因為導演是叫她躺著趴著 然後遮住臉這樣子 所以妳說引起很廣泛的討論 是大家覺得 好棒 怎麼那麼像蔡依林 不是 就是有些 Fans他們可能就是說找我 然後就是衝驚選機 因為她現在是換心動家了 然後就是說 幹嘛找一個假的Jolin來當替身 然後就很生氣 然後就會到我的部落格 拼命的留言一直罵我 我說冒牌 冒牌 冒牌 其實我很難過 因為我覺得就是想做自己 然後就是工作上 MV就是好好的表現 然後也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就是因為剛好他們找妳 做這份工作 對 然後就會罵得很 等一下她會帶一段舞蹈給我們 然後她可以表演 謝謝妳 請坐 任向酒令嚮到都可以拍MV啦 所以她們兩個人的想像程度 是無庸置疑的 來 歡迎虎哥來進場囉 不是辣妹耶 她打背是要走飛哥的路線 她這一段會不會收拾綠下巴 又不辣 然後又不像的話 試試看喔 好 試試看喔 長得像趙建民就一定會被問 駕駛的司機我一上車她就說 欸 你老闆啊 怕什麼 然後她就說 欸 你老闆啊 最健康的就像這樣 比較聰明了 妳今天有被收押嗎 好 接下來已經好囉 不是辣妹耶 她打背是要走飛哥的路線 她這一段會不會收拾綠下巴 又不辣 然後又不像的話 試試看喔 好 來 請放下來吧 這位洪先生笑起來有酒窩的樣子 與現在正火紅的男主持人很像喔 你覺得是誰呢 還滿像我表哥的 什麼 妳是有在模仿什麼東西嗎 欸 她嘴巴還滿像的啊 我看 我看 所以是妳比較像 瑞穎妳看得出來嗎 滿像妳的 是我嗎 嗯 感覺 尤米是我嗎 嘴巴 我覺得很像那個 鬥鬥先生耶 有點有點像 是我 是不是 嗯 妳以為她像我嗎 我覺得她像鬥鬥先生 還好嗎 我會像阿Kan 阿Kan 沒有啦 她嘴巴真的有一點 我看 我看 好 我先看妳喔 醉心比較像 好 OK 好像硬要講然後有一點吧 可是沒有到非常像的感覺 洪德翰妳是 新人嗎 不是 我不是這一行 我是個科技人 你是圈外人 圈外人 那妳怎麼會願意上我們節目啊 妳電話要上班喔 我有經過正式請假 請的 這個原因是病假還是試假 只要寫個特別休假OK 所以洪德翰 那平常有人說妳像我嗎 因為他們通常說完之後 下一句會說 不過妳 超級跟妳客套的吧 她牙齒比我整齊 所以她不能漏齒 所以妳心裡也暗自覺 妳比蔡永哥帥嗎 她有很多才華啦 所以這個也比不上 OK 可是帥不是我的強項 是妳的強項 對不對 對 我希望能多跟你學習 我覺得也不是她的強項啊 好啦 所以蔡康永 給妳帶來什麼好處 因為比方我是科技業界的嘛 其實我的工作是以業務為主 那看起來如果說是 對方的採購師女孩子的話 通常比較稍微吃香一點點 就是說有點話題可以聊對不對 對 然後業務可能比較容易打出 那可能那個大概 會比較有印象一點 現在擺在一起 好像 我覺得就是你要說像也可以 但是又沒有說那麼像啊 對 所以她想要拿了一本書 是這次被發現的原因 對 你朋友 你朋友蔡永恆先生寫了一個書 然後裡面放了很多你的照片 對 為什麼 她其實是一個業餘的攝影家 那她後來她還想把這些郵寄寫在書上 那聽說是你們的企劃單位吧 大概翻了一下書 然後發現 她誤別我是蔡永恆先生 就是這邊的作者 所以就把我找來了 其實你不是作者 對我不是作者 你只是作者的友人 可是因為作者要負責攝影 所以我就是那個model 很多你的照片呢 只有照片像不像 就這樣嗎 就是她正常的樣子 好像有一點啦 對阿她今天 如果等一下妳再回頭去 她可能又要加分了 對 所以目前大概有幾分嗎 沒有我覺得差不多 可是我覺得沒有讓我有那種 哇 好像的感覺 OK 對 先謝謝妳來 請坐 謝謝妳 洪先生 雖然妳特別請假從新竹來 不過西蒂覺得妳不像 我也沒辦法啊 我們看下一位呢 我們要邀請出來的是 郭怡霖 來 我們歡迎怡霖 妳能不能勝過前任其他人 我都要耶 真的喔 好 來怡霖放下來吧 郭怡霖不但臉型 髮型都與當紅女子 偶像團體的成員很相似 大家應該猜得出來 她像誰了吧 我見妳 小嫻 我看 小嫻像 非常像小嫻 非常像小嫻 像小嫻嗎 不是 還像的 還有一個 不是小嫻 不是 可是像不像小嫻妳們覺得 很像 很像喔 一點點像 突然真的 遠看很像 因為我近視真的會猛猛狐狐的 我們節目今天delay大概75分鐘嗎 最準確到過75分鐘才 察覺這個事情 這個看真的有像耶 真的 這個距離有點像 有啦 有 加分喔 加分 紅小萊還是不行 唐琪的話我覺得是巴德 唐琪 唐琪拔得頭籌 小嫻之外還有人 那其他角度呢 有像那個 那個 妳覺得很可愛 麻衣 麻衣 麻衣像 妳臉小小啊 還有 還有 還有嗎 有 所以 還有嗎 我覺得有點像那個 SHE的裡面那個 Selina 哪裡像Selina 就是她臉型 然後還有笑起來 這邊露露的 我覺得Selina還滿像的耶 我覺得妳滿像Selina的 真的嗎 對 可是妳不在的時候 Selina代班很長的時間耶 我跟Selina相處滿久的 所以妳對她的臉很熟是不是 不像 Selina的臉在節目裡都宣稱說 她的臉比較 不那麼小 所以她是一個小臉女生 可是因為她的腮幫這邊也是肉肉的啊 有沒有 所以妳今天是以Selina出席的嗎 是 但是我要 我想要說的是 我之前臉不太遠 比較怕 妳現在瘦了 我的臉有瘦下來 就是努力 所以臉一瘦就不像Selina嗎 就是可能就比較不像 但是有一些角度還是很像 我覺得 算是今天滿高分的了啦 好開心喔 還滿像的 所以像Selina妳很開心 還不錯啊 因為妳就明星臉啊 那像小嫻呢 也很開心 像阿姨呢 都很開心 因為她們都很可愛 把她的照片放在一起看一下 我覺得本人比較像耶 本人比較像耶 這樣比較像蘭新美啊 真的嗎 不是嗎 還是 還是 還是我那個照片帶的不像 那樣照片對 就是一個我看不出來像誰 眼睛太瞇了 對 我應該要再增大一點 對 好啦 我覺得妳至少可以 美女啊 對她可以拿差不多到七分喔 謝謝 我們現在只接求美女的姿勢就好 沒有 我語題滿好啊 至少要漂亮吧 如果不像的話 怡琳 常常有人說妳像Selina嗎 多長 有 曾經就是一整天 就因為 之前我工作的地方是精品店 那我在上班的時候 很多客人就會覺得說 妳長得好像Selina喔 然後就會因為這樣子跟我照相 對 就來合照一下 所以她們自己講的不是妳暗示 不是 不然就是會有一些國中生或者高中生 從我們店門口走過去 然後會覺得像 然後下 幾天後再來約朋友 就站在外面一直看 我再來check一次看像不像 對 妳看那個裡面那個女生好像那個喔 然後我就 我就站在那邊給她看一下 所以妳有要走演藝圈嗎 目前有 就是月底或者是六月初要發片 真的嗎 是個人嗎 不是也是女子團 跟她同一團嗎 不是 不是 但是我們 但是我們也是跟樂狗合作 對 Hot Dog在 所以妳們也是 妳們也是跟Hot Dog 之前有跟她合唱Hot Dog Hot Dog是在親機泡妹吧 不會吧 妳說很愛她女友嗎 她很專情耶 有沒有泡妳們 沒有 妳們也是六月底出片 沒有 沒有是這個五月底或者是六月初 比較晚一點 妳會晚一點 對 這是競爭者耶 OK 好 接下來這位我們要歡迎是楊哲同學 好 請楊哲同學進來 好 請楊哲同學進來 她感覺好像路人喔 好 她應該是公益廣告是不是 醫生叫她要接種疫苗之類 像孫悅 孫悅好像有穿過這種衣服 好 楊哲來 楊哲來 面具放下來 很難 葉青 她長得像曾寶怡居 居然還像集了小龍女 妳跟妳號稱像誰 我號稱其實還 有蠻多的啦 不過比較多人說的是像 她寶怡 跟寶怡啊 你也是屬於可愛型的喔 楊哲同配有像誰嗎 小龍女 蛤 小龍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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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定不陌生楊哲憨厚的笑容 與高大的外表 是否像楊哲 最近常常出現在新聞上面的一位名人呢 小龍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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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藍燕有多秀償 就像趙建銘 郎晨你是演藝圈的人 對 你是在哪裡 台語歌手 你是台語歌手 真的 是那個 就是有出專輯的 還是正在參加比賽的 出過一張專輯 是自己一個人嗎 之前我是模仿她的出身 真的 所以你擅長模仿的人是 陳磊 葉啟天 還有陳伊朗 對 然後你今天是像趙建銘 外型人家說我像趙建銘 好像眼睛有一點像 眼睛 真的不像 許利 這個我沒有辦法 是誰說你像趙建銘 你給他幾分 其實蠻多人說我像的 誰 舉一個故事好不好 譬如說我曾經 我之前有被收押嗎 晚上的時候曾經有一次 我坐計程車 那剛好那個計程 可能是燈光比較暗吧 然後計程車司機我一上車 他就說 欸 然後我說 我不是 我不是啦 不要假的 那一段期間剛好是 陳磊 總統他好像有講一些話 好像得罪他們同黨 然後他就說 你阿扁最堅強的 他就這樣 比較衝 我不是趙建銘 我看錯了 就說 你不要假啦 所以他最後都還一直不相信你不是 對啊 到後來我跟他解釋過後 他就 可能仔細一看就 就說 啊 那我認錯了 如果你要逼我這次趙建銘 那我真的 對 你認同小朋友 謝謝 好啦 你今天既然那麼不像的 他差不多一分吧 你今天 你今天 萬下浪就八分 對萬下浪八分 就是今天的冠軍 你如果那麼不像趙建銘的話 你能夠放幾個 那可以巧碼 好啦 靠模仿加分啦 靠模仿加分 所以你今天有歌對不對 有有有 帶來模仿成的一段歌曲 好啦我們歡迎 加油加油 好啦 唱歌還滿像的 滿像的 可是 肉貓的臉 唱成為歌真的很奇怪 我覺得就是一個大巨人 然後裝活潑 最近 完全你 有 就是靠模仿 就是 就開始進入演藝圈是這樣 對 我一剛開始是參加 加菲哥的節目 就 龍武綜藝王 模仿秀 那我從 一剛開始 從 越冠軍 季冠軍 然後到 年度總冠軍賽 我是 得到最後年度總冠軍 所以你接下來會發片嗎 還會啊 因為我發過一張了 那 最近在籌備第二張 不好意思 你發的那張是叫什麼名字啊 嗯 愛情唱 那請問 你本人的歌聲唱歌 不要模仿別人 讓我們聽一句是什麼樣子的歌聲好不好 讓我們錄一拍 最愛的奇怪 好可憐喔 好可憐喔 所以你狗總冠軍不是靠自己的歌聲 是靠模仿 靠模仿 對 可是你自己的歌聲比較厲害啊 所以下一張是靠自己的歌聲出的唱片嗎 對對對 其實我第一張發的時候 就是以我個人的原聲去唱 請你不要一直在提第一張唱片 不要模仿我真的沒聽過 不好意思 因為我們台語哥 其實第一張賣的 以現在目前景氣來講還算不錯 一兩萬張 那很厲害 那你算是有賣喔 因為我本身自己都有去跑夜市全場 對 因為台語哥現在要跑夜市 可是你越唱 你就離趙建民身分越遠了 好了 那可以加快嗎 也不用那麼委託 早上今天又半歌這樣比賽 可能會好過一點 楊哲謝謝你來喔 謝謝 楊哲與現在最紅的醫師 長得根本是雙胞胎 不過像這位名人楊哲好像很困擾喔 歡迎橫沛伊來 沛伊請進場 你會不會覺得我們節目 今天發到的人都很不像 還好吧 我剛剛覺得還有幾個還滿像的啊 誰最像 誰最像你覺得 我覺得大椅子還滿像的啊 大椅子還滿像的啊 大椅子現在超像的我跟你講 對 我沒有看到的今天 對 其實我剛剛進化妝間的時候 我把她認錯了 我想說今天她來代版 對 有沒有那麼誇張的啊 大椅子還滿像的 來 我們請沛伊把面具拿下來囉 好 洪沛伊像的這位玉女偶像 本尊要來上康熙的難度頗高 所以我們請來的分身 你知道她像誰了嗎 像傅娟 傅娟 像傅娟 真的喔 沒有人說過 我 粉紅豬 我像粉紅豬 妳就跟我說她撞牆 拜託她長得很可愛 她只是比較胖 妳說鍾馨玲嗎 對啊 如果像山順那一隻 我就還可以接手 鍾馨玲臉是可愛 她只是胖而已 真的嗎 對 所以我臉是胖囉 沒有 妳是不是屬於可愛型的 妳覺得紅配友像誰嗎 小龍女 蛤 妳說有刺青的那個小龍女 有有有有 真的嗎 男生看的東西果然不同 都沒有人說過 都沒有人說過 真的喔 對啊 那妳號稱像誰 我號稱其實還 有蠻多的啦 不過比較多人說的 是像那個阿寶 阿寶 真寶怡啊 我覺得 那個像大S的還比較像阿寶 妳看她像不像阿寶 嘴巴那邊 她比較像阿雅 她比較像阿雅 好 Yumi她像真寶怡嗎 我覺得她像那個家庭歌手 真的嗎 謝謝 所以妳比較傅天穎 喔傅天穎 傅天穎 比較像 對 傅天穎也蠻像的 所以佩穎妳實際上的身分是 那我是歌手 發片歌手 已經發了嗎 發了啊 發了 我出過兩張國語的 然後 台語的現在正準備發 已經上過八兩金的片尾曲 來我把紅皮的照片 跟阿寶的擺在一起看一下 好 哇這張好像阿寶喔 原來是這樣子喔 這張非常像 如果這樣我就覺得像 所以妳的臉要稍微 這樣就要放高一點 這樣非常像 所以像阿寶有沒有帶來什麼好處 好處就是 新人剛發片的時候會比較有話題 對 那 就是 人家會知道說最近可能有一個長得很像阿寶登發片 對啊 所以這些妹妹就是像某人其實都有好處對不對 對啊 就是上節目別人比較可以聊 對 會有話題啊 對啊 那 像曾寶怡這件事情 除了話題上可以聊之外 會帶來什麼困擾 困擾就是 因為她之前會有比較負面一點的 要答我 不會不會 的那個消息嘛 對啊 然後就會人家就會直接就講說 有人問過我說 我會不會像他這樣子 真的嗎 路人 路人也有 然後記者大哥也問過 蛤 對啊 那妳都怎麼回答 我怎麼回答喔 我說目前沒有啦 以後我也不知道啊 有這個打算嗎 沒有打算 但是有時候遇到的也不是故意的啊 對不對 所以接下來要發的那個台語專輯 可以唱一點點給我們聽嗎 可以啊 好 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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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何為在馬虎漸漸 希望風光花見過 再看當變成太陽 那你今天還要去夜市辦小型演唱嗎 應該會吧 台語歌都要吧 所以如果碰到陽者怎麼辦 就好朋友啊 真的嗎 對啊 不會互相干擾嗎 不會啊 怎麼會 在夜市 不會啊 怎麼會 所以你覺得今天獲勝的應該是當S吧 在場裡面 我覺得不一定啊 見仁見智吧 每一個人心裡面覺得誰像 我覺得其實都滿像的啊 那誰最不像 要我得罪人啊 好啦 我最不像好不好 我像家庭主婦 你也是有自己話 家庭主婦還滿傷人啊 不會啊 不會啊 能夠成功扮演一個好的家庭主婦也不錯 好 紅佩儀謝謝妳 謝謝 紅佩儀 妳真的有阿寶的清新氣質 與甜美笑容啦 一點也不像家庭主婦 別難過啦 我們最後要看一下 那個蔡依林小姐的舞照 那個有兩個女生要尬舞嘛 對不對 所以 Ring妳可以先嗎 可以啊 好 好 這一隻眼 這一隻眼 又要再追我好一點 每天就愛我一百遍 平時和我冷笑 這一隻眼 第一隻眼 若沒有失省失眉 醒到妳就快要崩潰 也許可以再給妳機會 我自己再給妳就快要崩潰 OK 有一隻蔡依林的舞步啊 是妳學她的舞來跳嗎 對啊... 她最近出新專輯 妳也有跟著跳嗎 會小一點點 真的 所以妳也崇拜蔡依林是不是 就是她是一個很棒的藝人啊 好 加油喔 好 好 下一位我們要請林林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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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當場試席 好啦 辛苦你了 我現在是演藝衣 是為了你寫的是不是 等一下 那個服裝 不好意思 不會 這樣還蠻好記得你的 下次我們會換一個衣服再跳 宣傳服再來跳 今天八位當中有七位是演藝圈的 所以都會在 將來在演藝圈有機會看到大家的表現 那今天只有一位業務主管 敦漢不是要走演藝路線嗎 沒有 所以等一下錄完你就回去上班了 OK 不然我問問你們老闆 你認識嗎 我不認識 你不然想要問你們老闆 祝你升官啊 好 謝謝各位今天的觀眾 謝謝 謝謝